都说唐诗诵词 如果叫我们说唐诵时期的大诗人大词人 大家都能数出来很多很多 可是如果我问您明朝诗人有哪几个最知名 您能想得起来谁吗 其实呢明朝的诗词虽然没有唐诗诵词那么耀眼 不过明朝也有几位诗人堪称大家 可能很多人不会想到刘伯温就是其中的一个 刘伯温这个名字家喻户晓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出色的军事战略家 更是一个富有才情的诗人 其实呢博温是他的字 他叫刘姬 被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 我们今天聊的这首诗就是他在隐居期间写的 没关注的朋友欢迎您点击关注 以后就能更方便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更新了 欢迎您 那么在后世鼎鼎大明的大明朝开国元勋 怎么要隐居起来呢 这还要从他的生活环境说起 刘伯温出生在元朝末年 他的家乡按今天的地理观念呢 就是浙江的沥水 刘伯温从小就聪明 据说读书超级快 可以一目七行 记忆力相当惊人 像那种大步头的儒家经典 别的学生呢 要一段一段的苦苦背诵 学很久也一知半解的 可是刘伯温看两遍就记住了 他的老师对他的学习能力感到非常惊讶 私底下经常说 真是奇才 将来一定不是一个平常之辈 刘伯温博览群书 诸子百家无一不通 尤其对天文地理 兵法数学有特殊的爱好 按现在的说法呢 就是超级学霸 特别是理科特别好 果然他才12岁就考中了秀才 23岁就考中了晋士 按理说这是青少年得志 应该是从此走上仕途 开始做官 可是他生在乱世 元朝末年兵乱不断 战火连天 所以刘伯温的仕途走得并不顺利 再加上当时的官场 已经极度的腐败混乱了 刘伯温想干一番事业 但是无奈难以实现啊 所以他前后几次出世 又前后几次辞官了 有所谓的四世四隐的经历 隐居期间 刘伯温一方面想有所作为 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 一方面呢又无处施展 比较痛苦 在这期间呢 他写了一首诗叫 提太公调位图 抒发了他内心的那种志向 太公呢 说的就是江太公江子牙 我们来看看他的这首诗 提太公调位图 名 刘姬 当时刘伯温看到一幅太公调位图 很有感慨 写了这首提画诗 江太公曾经在商场末期怀才不遇 已经到了六十多岁满头白发了 还是一个普通百姓 可他呢 仍然在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 后来江子牙在渭水垂掉 遇到了民主西伯侯姬昌 被败为太师 之后呢 江子牙辅佐周文王 周武王推翻了商朝 建立了国座八百年的周朝 也因此成为了很多有志之士的偶像 应该说多年郁郁不得志 而始终没有放弃理想的江太公 和刘伯温当时隐居的状态 是很有相似之处的 他们都很有才学 也都没有机会施展 而且都懂得隐忍去等待时机 也许正因为有这些相似之处 刘伯温看到了太公调位图 才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 刘伯温也隐隐约约的 和江子牙有相比的意思 并且期望着能够像江子牙一样 建立那样的不是功勋 也因此刘伯温写这首诗 都是围绕着江太公来写的 第一句玄氏群憨叶 看起来是在写商朝的 商纣王和打击在露台奢靡享乐 让人想起那些所谓的 什么九池肉灵啊等等 奢靡残暴的一些场面 其实更是写元朝末年的荒淫无道 历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 元顺帝和亲信大臣在皇宫里 是各种奢侈腐败 朝廷上是乌烟瘴气 百姓们民不聊生 天灾人祸贫乏 可是元朝的统治者还是醉生梦死 还是相互争斗 刘伯温在朝廷做官的时候 看得很清楚 也很痛恨那些腐败和黑暗 黄西独吊时 是写江太公没有遇到民主的时候的 那些危寒的生活 他当时经常在黄西钓鱼 这是一种讨生活的手段 其实更可以看作是江太公 作为一个英雄人物的那种动心忍性 隐居去观察政治风云的一种举动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出山 江太公的这段经历和刘伯温非常相似 刘伯温是弃官归隐了 不再做元朝的官了 而江太公呢 是钓鱼 浮云看富贵 流水 淡须美 意思是只想实现心中的那种理想 而不只是追求眼前的功名利禄 所以呢 江子牙隐居在渭水 看云卷云书 流水落花 光阴度尽 直到他垂垂老矣 仍然在等一个机会 他所希望的并不只是荣华富贵 而是可以辅佐民主 做一个大丈夫该做的事 偶因飞雄照 尊为地者诗 这两句讲了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也就是江太公遇周文王的故事 当时呢 周文王想要到渭水去打猎 周文王很会算卦嘛 临行之前呢 他就补了一卦 卦象显示是 江大祸 非雄非皮 天前辱师一佐 周文王很高兴 后来呢 果然在渭水边看到了江太公在垂掉 周文王走过去和江太公搭话 江太公讲的东西让周文王很欣赏 于是周文王热情地邀请江太公一起回到西齐 拜江太公为老师 后来江太公实现了辅佐明君 安定天下的理想 非雄照呢 也被用来比喻影视 受到启用 受到重用 应该说江太公和周文王的相遇是良辰碰到了明君 这是刘伯温日思夜想的 于是他接着写下了一句千古绝叹 宣商如故有 千载其人思 意思是江太公的故事真是引起后人的深深思考啊 我们读到这里会发现刘伯温也像当年的江太公一样 虽然历尽艰辛 可是他也根本就没有放弃心理的那种远大的志向和报复 他盼望着能够像江太公一样做大事 倾史留名 这就是刘伯温的这首诗非常有远大的理想报复 事实上呢 他的人生际遇也很快就迎来转机了 没过多久 朱元璋听说了刘伯温的大名 把他请到了应天府 从此呢刘伯温也开始了他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 最终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这样的丰功伟业 刘伯温功成之后在红武四年告老还乡 红武八年他因病去世 明武宗正德八年 朝廷追赠他为太师 嗜好文成 刘伯温的一生呢 也就像他隐居期间写的这首诗一样 实现了理想报复 活成了他年轻时候想要的样子 民间有句话说 三分天下诸葛亮 一统天下刘伯温 或许正是因为刘伯温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才华都太突出了 所以人们往往忽视了他文学才华和成就 我们今天读了他的这首诗呢 能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文采更多一些 也能够感受到这位一代传奇人物的智慧和胸怀 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了 最后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分享 我是宁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